祝福大家每一位都能够得到最好的成绩 现象超过一百年 学校希望带领学生迎接节能减碳的未来 要谢谢我们慈祭师伯师姑来到学校 来帮我们办理今天的校内决赛 大家认真打底 大家又很棒的可以参加台湾杯跟全球杯的话 4月14号可以跟全台湾跟全球的人一起比赛 慈祭Pakamo竞赛是透过网络游戏的方式 将环境保护议题 升职学生日常生活 有垃圾分类 家里跟学校都有分类 保温瓶可以作笔 把空罐子跟纸类 还有一般垃圾分开来放 出门就是可以带环保袋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去饮料店可以带保温瓶之类的 电脑游戏让学生轻松学习环保跟防灾知识 环保意识种子也在寓教娱乐中萌芽 从学校深入家庭 让人人都能变身环保兼兵 让环境更好 大家新闻 正善美志工 王慧环 李中瑞 郑庆龙 高雄报道